有个女儿扶着双目失明的父亲 来到了一家面馆 大声地说 服务员来两碗香菇素鸡面 店员正准备开票 女儿又突然摇摇手 指了指 父亲小声地说 因为爸爸看不见了 只给我来一碗香菇素鸡面就可以了 另外一碗给我来一碗 阳春面 大家知道阳春面是什么吗 就是光面了 就好听呀 听得懂吗 就是白面条呀 听懂吗 然后呢 这个店员呢 很会议 知道呢 这个女孩子很节约 没有什么钱 但是又想孝敬父亲 不知道 父亲呢 一碗肯定不肯吃的 所以呢 就将两碗面呢 端到他们面前 这个父亲呢 眼睛看不见 这个摸摸缩缩的把筷子呢 在碗里呢 探索着 好不容易加住一块酥鸡 连满把这个酥鸡呢 就加到女儿的碗里 虽然都是两碗酥鸡面 它要加过去 其实女儿 碗里是个阳春面 但是女儿呢 没有阻止父亲的行为 只是默不作声的 偷偷地呢 把父亲加来的酥鸡呢 又加回去 这样呢 这个一直没有声音地 把酥鸡片来回的 加回到父亲的碗中 来回几次啊 就父亲觉得碗中 怎么酥鸡加不完的了 好像永远加不完的 父亲就感叹了说 哎呀 这个饭店真厚到 里面里面有这么多的酥鸡片了 店员呢 看到这个被感动了 少少的几片树鸡 取脂可数的树鸡 女儿就是赶紧就说 爸您快吃吧 我的碗里还有好几块呢 店主看到了这一幕啊 心头啊 净 赶紧进厨房 端来一盘卤味树鸡 送到他们桌子上 对着疑惑的女儿说 今天是本店周年店庆 这是送给你们的 女儿笑了一笑 加起几片的 树鸡片的 放进了父亲碗里 他们走后呢 店员收完的时候 突然叫起来 他说 哎呦 这碗下有钱呢 原来这个女儿 在碗里加了几张纸币 那树母正好是 价目表上一盘 卤味树鸡的价格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要孝顺 我们人更要懂得诚信 真诚对别人 因为诚信是对事 对人的一种尊重 对人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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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